我們剛好跟各位分享一個Active Renter 這裡我把它先稍微安裝一下 你可以來看看 這套軟體它是做 就是所謂的那個數位教材 安裝過程我剛講的 它是有英文但是沒有關係 裝完之後它是中文的 那也有Mac版 那為什麼特別介紹一下它是因為 各位你在用它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原來用 PowerPoint方式來做剪接 也是很方便 雖然功能不是那麼多 但是呢對 一般的使用者來講 事實上是還夠的 那你可以選擇有一些版本 那我就完全空白了 又有新版本嗎? 怎麼又來了今天4月4號 我就空白了就好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你看我再增加一個 你有沒有覺得有點熟悉 這樣可接受嘛 那我們剛剛的 影片不是在這邊嗎? 剛剛我們做的影片 影片 影片 有錄一個影片對不對? 你可以用FLV也可以用這個都可以 你把它丟進來 就可以來裡面做剪接 就可以來裡面做剪接 就可以在裡面做剪接 因為呢在這邊你看 因為比例不對 做好之後你看下面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它的時間軸 這樣了解吧 等於說用 剪爆的方式去做 那你今天哪一段 剪得不好 有需要的 你就可以來這邊 點一下 待會我們會介紹那個威力導演 你就會發現這一根跟它 長得是一樣的 有用過的就知道齁 它左右兩根就是 左右兩邊有沒有 兩個小的方框就是給你選範圍用的 所以哪個地方啊糟糕這個地方 我不需要我就按著拖曳一下 有沒有選好了 選好之後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 剪接的丟掉 還是你要保留 假設我要丟掉我就按一下 這樣子就不見了 所以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來剪接 那麼我們這裡呢 你影片進來之後 它有可能比較長 像我剛剛錄比較長 好已經好幾分鐘了 我通常會先用中間這個放大鏡 這個也就是說會把我的整個視訊 都放在我的可視範圍裡面 這樣我會比較清楚 我的那個影片到底有多長 那我再來決定說我哪邊要留不留 那麼如果萬一你在錄影的過程 我們中間這裡啊糟糕 剛剛少講了一件事情 請問我要補錄進來行不行 可以 我就把我的這個指標拉到這邊來 好拉到這邊來之後 你看右手邊這裡 有一個工具 有沒有看到叫分割換燈片 我們在PowerPoint裡面稱作投影片 對不對 在這邊稱作換燈片 就這樣 好 名字不一樣 但是你注意一下左手邊的變化 左手邊這個時代的變化 有沒有 一二 有沒有 我剛剛切掉的就是 前面的留在這裡 後面在這邊 所以你應該知道 調整圖層順序 不是啊投影片順序 中間可不可以補你其他的內容進來 所以用他來做剪接影片 有沒有也是很快 也是很方便 所以你可以用這樣子 那其他內容 大致上就一樣 最後呢你就可以透過這個導出 好這個導出我們來這邊 有沒有變成視訊 在這裡 因為你做好之後 我們不是要把它變成視訊嗎 對不對 這兩個功能是完全免費的 也就是說你在這邊用的時候 你只要使用的是輸出視訊或圖片 都不會有任何什麼 扶水印或功能限制 好那我按這裡 輸出 它預設就會變成MP4 預設就會變成MP4 好那這個呢你在Mac上其實 執行也都OK 都是一樣的 這樣還可以嗎 當然其實新版本 我們現在給各位看到這個新版本 你也可以順便看一下 它到了7.0之後 我這裡有寫 我寫一篇部落格文章 7.0之後其實也支援藍綠幕的去備 只不過它是屬於付費功能 那付費功能它會有一個浮水印 你可以用還是可以繼續用 但是 有那個你可以看這裡 我示範一下 這裡 增加網路攝影機的錄製 你家有沒有 在這邊這樣錄製OK 有沒有 藍目綠目 對不對 它一樣可以做去備 有沒有去備掉了 只是呢 因為它是付費功能 所以你在輸出的時候 它右上還是左上會有個LOGO 因為這個軟體 你做視訊的部分是完全免費 它會提醒你 你如果有用到它的付費功能的話 像我點到這邊 在這裡 視頻 綠屏效果 有看到了吧 你可以直接指定顏色 好 那它就可以去掉 只是你有用這個的時候 它告訴你 這樣 還是可以用 只是會有一個浮水印 OK 好 那基本上 這個軟體 我就先簡單介紹這邊 所以如果你做簡單的 所謂的視訊的剪輯 其實用這個方式 我覺得是還蠻不錯的 因為各位PowerPoint最熟悉的 OK